我俩平时出去逛街吧 他就老说让我离他远点 他说你这么矮 让我拍拳不合适 让别人看了当笑话似的 让我离他远点 当初不认识他 我觉得两个人走在路上 是吧 打打闹道不是挺好的吗 对不对 那在路上走着 多么幸福 所以我就 他一回两回都算了 你每回都这样 那回更过分 我们逛着街 他就直接把我拉 童装店里面去了 一件一件衣服 我往生产比划 他说这个多适合你啊 他不是安定说我矮吗 紫色穿童装 我当时都很生气了 他还让店员 直接拉件新的让我试 当时我们在路上 然后正好路过一个童装店 我一看到旁边 我女朋友这么可爱 我就把她拉进去 然后呢 我就是想表现一出 我女朋友这么可爱 然后别人会很羡慕我 身边有这么漂亮的 那个女朋友 但是我当时不是也没买吗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喜欢你怎么不给我买啊 不给我买 那拉我进去干嘛 那我不是觉得 开玩笑有个度吗 我就是想休暇恩爱 让人羡慕一下我们 人家跟他傻子似的看我们 特别丢脸 那是看我 你不先丢人 我先丢人好吗 我觉得挺幸福的 就是拿我来娶乐 那回本来是 我想跟他们一块玩篮球嘛 我不喜欢嘛 然后当时他哥们 他们都同意了 他非不让我玩 他说你还没篮球大呢 一会儿在场上把我绊着还怎么着 我当时我都不高兴了 他还在那里跟他哥们在那开我玩笑 当时他一说要打篮球 第一反应就是万一伤着他怎么办 我那么大个人你还看不住吗 那我是看你我还是看球 那肯定看我啊 这还用说吗 那球怎么办 你看球干嘛呀 那球怎么办 去我干嘛去呗 那万一不小心把你当球打了 而且我当时 我都板着脸很不高兴的 他哥们让他别说了 让他哄哄我 他倒好 玩笑开起来没完没了了 我当时不是想借这种开玩笑 让你就有个数吗 哪有女孩子在篮球场上打篮球 又不是没有女的打篮球 女的打篮球多得去了 跟他在一起快乐吗 快乐也有 但是就这些人做不了的 就老开玩笑 天天嬉皮笑脸 没个正经的 我俩在一起时间挺长的嘛 我也跟他说过 回家见家长的事 我一说这事还都跟我 要么就是开玩笑 要么就是那里转移话题 那回他还说 哟 你就那么想嫁给我吗 当时他一说这话 我就觉得没法接 本来女生说这话就不合适 显得我多想嫁给他一样 对 那你到底想不想嫁给他呢 那肯定是有想过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那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你要不想嫁给他 不存在这个问题 臭小子啊 为什么不带人见你们家长 其实我父母 对我的择偶要求是找一个 跟我身高搭队的 然后我这些年 一直在给我父母灌溉一些 你有多高啊 我目前身高是一米八六 没多高啊 姑娘你多高啊 一五六 一五六 那你大点声音 一米五六 怎么了 怎么了 但是我也没说什么 真的 我就觉得我现在给我父母 就是给时间 给我点时间 让我父母接受 那回我俩在外面吃饭 我想着说吃完饭 要不去你家看看 打个招呼吧 就五分钟的距离 他也不去 一说这事还都打菜 他当时还说 他还没跟父母提起过我呢 突然带着去不合适 我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俩在一起时间那么长了 我提了多少次 说跟你回家见家长这事 你一直都不犯心丧 你爸妈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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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呢 但是我有想告诉他们 就是我想找一个女朋友 个子矮一点 你们都已经找了吗 是找了 对啊 这你不是跟你爸 你妈说谎吗 但是我也不算说谎 但是什么呀 你有女朋友吗 有 谈了几年了呀 两三年了 跟你爸妈说了吗 没有 对啊 你说这样我能不急吗 我当时我都说他了 我是女朋友 我给你丢人了吗 怎么你就不能说一下呢 说下怎么了 他当时他也不跟我平了 我都想着借此机会 就好好跟他说一说吧 他倒好 直接伸手过来 就摸了摸头说 哎呀 小宝贝 你就别生气了 他就与这种语气跟我说 我就完全没法沟通嘛 小孩子似的 那我不是在哄你吗 那你换这种方式不行吗 我借着撒撒撒 而且我在跟你说正事呢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我身边朋友都结婚结婚 睡小孩睡小孩 我也想赶紧把这事定下来 你想结婚 嗯 但是我想对你负责 所以我没有跟我父母提起这件事情 我想让他们等知道之后 接受了 你不说他们怎么知道 你想娶他吗 现在我们正在谈恋爱 我觉得还没到 谈婚论嫁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我们还不成熟 不就完了吗 对 我现在还不够成熟 给不了你那种想要了 这事实际上 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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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富